别人的17岁正在努力背化学攻势 这个小伙17岁却在自家后院手挫核反应堆 差点把全镇居民都送走 任谁也想不到众多科学家耗资数百万美元才能完成的实验 他用简单的日用品就能搞定 然而就当大家以为这位天才少年 日后必定成为科学家为核事业做出贡献的时候 他却又在作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本期内容我们一起看看这位传奇小哥的故事 1995年6月26日 在美国密歇根州的一栋房子里 突然出现这么一群人 他们全副物装正在拿电锯拆除院子里的棚子 拆下来的东西全被放进了一个黑色大桶 而这些黑桶不仅被警戒线围着 上面还赫然印着危险材料的标语 这些人的出现引起了小镇居民的恐慌 虽然工作人员守口如瓶 但消息还是传了数据 原来这些建筑都受到了核辐射 居民们身在福中不知福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就是今天的主角 大卫查尔斯·哈恩 哈恩出生在美国密歇根州的一个小镇 父亲是工程师 母亲患有精神分裂症 因为三观不合 两个人不是在吵架 就是在打架 哈恩的出生也没能挽回这个家庭 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 因为家庭原因 哈恩十分内向 外祖父怕他抑郁 在他十岁生日的时候送了他一本书 然而就是这本书给哈恩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这本书叫化学实验经书 仅仅看了一眼 哈恩就爱上了书里的那些瓶瓶罐罐 所以当别的小朋友在外面疯完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在家里捣鼓这些化学事迹 父亲本来对儿子就有情感上的亏欠 如今看他又对化学那么感兴趣 于是赤巨资给他订购了一系列实验用品 父子两人的日常对话也变得越来越硬核 自从有了这本书后 哈恩成了每天放学后跑得最快的那个人 因为他着急回家做实验 化学实验经书都要被他翻烂了 来来回回读了有几百遍 一般来说 像这样的民间科学爱好者都被称作民科 但哈恩却称得上是民科 最疯狂的时候 他会在卧室同时进行二十多个实验 随着他对化学实验的兴趣爆炸性增长 他的实验也开始增长性爆炸 有一次他做红灵实验时就发生了爆炸 父亲发现时哈恩已经被炸晕在地 连眉毛都烧冒烟了 从这儿也可以看出 此时他的化学知识已经富含极高的质子量 不过死归死 每天他知识的海洋里遨游 还是好处更多 哈恩慢慢变得开朗起来 闲暇时间他会去踢足球 打棒球 甚至加入了当地的童子军 美国童子军简称BSA 是美国最大的青年团体组织 这个组织出过很多人才 包括美国前总统福特 奥巴马 比尔盖茨 阿姆斯特朗等 他成立的主要目的 就是通过类似荒野求生这样的活动 让孩子们进行探索和学习 以此帮助他们全面发展 美国青少年都已加入童子军为荣 这个虽说是民间组织 但是十分正规 还有升级制度 他的最高级别是获得雄鹰奖章 对哈恩这样的孩子来说 这个奖章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想获得雄鹰奖章 除了基本技能过硬 还得打怪升级 通过获得其他奖章来给自己加分 其中一项就是原子能 这正中哈恩的下怀 因为那时 他正被化学书里的一张图片吸引 那是居里夫人发现雷的图片 凭借着对原子能的热爱和奖章的吸引 在老师的帮助下 哈恩成功展示了核反应堆的工作原理 获得了原子能勋章 然而 这个假的模型根本满足不了哈恩 他蒙上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 手挫一个真的核反应堆 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自此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正常人都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 核材料都是严格控制的 根本搞不到 此外 还有复杂的理论知识以及设备 这每一项都是巨大的挑战 不过哈恩毕竟不是一般人 他决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先从父亲收藏的大学物理 和化学教材里找答案 还真被他找到了核实验的信息 如果有些问题在书里找不到答案 哈恩就会发挥他的聪明才智 假装自己是大学老师 给核管理委员会写信询问 委员会的教授被哈恩的海量 真实储备所折服 根本没有怀疑过写信的是个小孩 这位教授非常热心 从他这里 哈恩得到了方程式遗漏的部分 放射性材料的来源 以及如何化学分离核材料的方法等等 几乎解决了他所有的问题 理论基础夯实了 接下来就是找材料了 关于这点 哈恩也是从一本书里得知 制作核反应堆的材料 在生活中就唾手可得 像烟雾探测器 手表 心脏起搏器等 都是一些日常的辐射源 他还自己写了一个方程式 试图找出能产生中子的东西 那会儿他才12岁 果然有的人是天赋一饼 有的人是天赋一饼 有了方向后 哈恩开始进攻当地的材料市场 事实证明 爱作死的孩子运气都不会太差 在市场里他发现烟雾报警器里 可以找到煤241 古董夜光表盘里有雷226 厘青油矿里有又238和又235 之后 哈恩开始在超市疯狂进货 买了近300个烟雾报警器 又在古董店里找到了数十台夜光表 复杂的放射性材料 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提炼方式 一副手套一个口罩 就是全部的防护工具 提炼工具更是只靠一个螺丝刀 只需三两下 一颗含有煤241的物质就出现在哈恩手中 雷的提取更容易直接在表针上刮下来就好 就这么东拼西凑 哈恩获得了核实验的全部材料 接下来的实验设备可不能找老爹申请了 毕竟他知道了肯定会打断哈恩的腿 他只能就地取材 把放射性材料放在装三明治的袋子里 哈恩不知道这么做会不会死 不过他相信一句名言 在生活中尝试很重要 因为做实验的动作太大 为了不被父亲发现 哈恩特意把场地挪到了后院 然而随着实验进行 院子里的辐射程度不断升高 辐射的面积也越来越广 本来天不怕地不怕的哈恩 终于还是害怕了 他担心自己的核反应堆 会把整个小镇的人送走 于是立马拆除了设备 准备开车找个地方偷偷把这些东西埋了 结果车还没开出去一公里 就被警察拦住了 哈恩说 后备箱里的东西有放射性 但警察根本不信 因为那时候的哈恩才十几岁 看起来就是个矛头小子 结果打开后备箱一看 警察傻眼了 他们发现了大约50个 用铝箔包裹的立方铁 警察赶紧给核管理委员会打电话 声称他们发现了原子弹 于此同时 哈恩被扔进了牢房 核管理委员会连夜派出一个小组检查这些物质 好消息是 这些东西不是原子弹 坏消息是 这些东西具有极强的放射性 经过探测 他母亲院子里的建筑 全都受到了核辐射 需要马上拆除 后续环保局 光清理院子就花费了7.5万美金 而那些被拆下来的棚子和设备 现在还被埋在犹他州沙漠中部的 放射性废物队里 不过 令人倡议的是 直到儿子闯了那么大的祸 哈恩父亲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还很骄傲 因为未成年 也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 哈恩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 不过 虽然逃过了牢狱之灾 但他和家人并没有逃过周围邻居的谩骂 他们骂哈恩是放射性童子军 是小镇的祸害 这件事对哈恩的打击巨大 从那时起 他开始一不做二不休 一什么都不做 二不停地休息 后来哈恩也没有靠天赋成为科学家 倒是因为精神压力太大 患上了精神分裂 最后还因为酗酒和嗑药太凶 在2016年 久经中毒身亡 享年39岁 果然 天才和疯子就在一念之间 喜欢的话 一定要关注点赞 尽管事情和大家一起看更大的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